是的 各国齐心救地球展现出诚意 巴黎气候峰会被许多人视为是最后一个拯救地球的最佳机会 这场会议也是史上汇聚最多国家领导人的一届气候峰会 15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 筹划达至具有约束力的减少碳排放量巴黎宣言 就在峰会举行前夕 全球各地陆续涌现游行人潮 各自以五花八门的方式向各国领袖发出强烈的信息 气候峰会还没有开始 各路人马已经抢先一步在法国各地表达诉求 星期六非政府组织乐师会就恶搞与会领导人 五名成员分别带着德国总理默克尔 中国主席习近平 美国总统奥巴马 印度总理莫迪 以及法国总统奥朗德的墨偶头套 五人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下享用早餐 而当天的早餐餐单特别写着 帮助贫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即减少排放 乐师会促请各国增加气候融资拨款 放眼在2025年达到500亿美元金额 支持贫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The amounts at the moment are woefully inadequate We're seeing about 3 to 5 billion in public finance for adaptation Now if you think about small scale farmers There's about 1.5 billion of them in the world And if you take the amount of adaptation finance That's currently available That's about 3 dollars per farmer per year What's about the price of a cup of coffee So that really gives you an idea of the inadequacy of what's around 本届气候峰会的目标是将地球的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 不过有科学研究指出 如果人类要确保在2100年的平均地表温度 不会超过工业时代的2.7到3.5摄氏度水平 目前升温控制在摄氏2度内的目标远远不足 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就连孩童也不遗余力 挪威4名只有13岁的小小探险家 从600名选手中脱颖而出 接受联合国任务 在4月16号用滑雪的方式前往北极探险 而他们将在星期一将在北极亲身解释到的气候变化回报给联合国 这一届的巴黎气候峰会被标榜为拯救地球最后机会 但各国要减少碳排放 达到解决全球气温上升的目标困难重重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